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娜这天虽然五缺二 但来不到现场的阿B 钟振涛和叶志强 都透过科技 隔空和三位成员一起演出 为Anchor Ray送上祝福 而这位歌僧之伟也有现身支持 他还和一众嘉宾 送了符肖笑话给Anchor Ray 令Anchor Ray非常开心 和Anchor Ray消失多年的林子祥 都讲笑说 看到Anchor Ray一直这么有魄力 以为他会做到一百岁才退休啊 对啊 我以为他会到了一百岁 才做这件事 不过他说他不想 那么这四年会比较难过一点 所以他现在都没问题的 不过他说他到了一百岁 他会开一个大派对 那么我们在等待呢 最近你儿子也有一个新歌嘛 我知道你也有科劝他的MV里面 对 那个歌很好的 因为里面说是有一个外 我可以去了外星那里 开那个火战 我歌词都唱过这个 然后现在可以演出来的蛮好的 怎么感谢你呢 没什么礼物 对吧 不过我到了护身街 我就等他要请我吃一大顿东西 而肥妈除了是Anchor Ray 为他音乐上的启蒙老师之外 原来他们的关系还非常密切的 他是我表哥 因为我们的那个姓 C-O-R-D-E-I-R-O 因为我们从安门过来的时候呢 一文句呢就写的时候 漏了一个I字 后来我都说 我们有中文姓嘛 中文姓我真的姓嘛 叫丽儿 后来就不管他了 错就错了 所以他每次见到我都叫表妹 表妹这样的 可是Anchor Ray呢 就是在电台工作了这么多年 他除了播歌之外呢 他每一次播歌的时候呢 会解释给我们听 那个乐队那个歌手 从哪一年唱的是什么歌 还有他的那个节奏 什么叫Bassanova 什么叫Jazz 什么叫Raw 他叫了我们呢 我觉得香港的人呢 他叫了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 音乐的那个知识 还有就我们对音乐的那个爱好 也是从 因为以前没有电视嘛 我们都是从那个收音机开始的 在这里呢我祝Cousin Ray 身体健康 常常快乐 校长早前和彭建兴 陈友 相约出海钓墨鱼 但由于疫情关系 他们都全程戴着口罩 在防疫上 三人就做到足 不过在钓墨鱼方面 校长似乎就不够专注了 听说墨鱼的季节 我们就几个人去 去碰一下运气 结果昨天我们勾了两桶 两桶这么多 两桶 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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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谁最厉害啊 多厉害 当然我啦 他们是去主力是他们 因为昨天晚上我要看 《生梦传奇》嘛 在撞的时间 我知道就是 你们好像就没有合体了 但是粉丝也等了很久一段时间 你们有没有机会 再看一个演唱会 我看这个疫情 稳定上来之后 就一定会 有没有想到 好像Uncle Ray这样 唱到92岁才退休呢 我不喜欢他们啦 但是我答应我的歌迷是 唱到80岁后